好 我們今天來講紫微星 一直跟大家提到說 紫微斗素在近代完成前 它分成兩個大的體系 一個是公衛體系 一個是心耀體系 那心耀體系是從命盤上面 去對應每一個心耀 它在你的命盤上面 它所單純代表的意思 它代表你自己內心的哪一個層面 這樣子 也許有機會我們可以來講一下 公衛體系的東西 那為什麼特別講這個呢 因為很多人在學斗素的時候 並不曉得說 它有這樣的歷史背景 所以常常在學的時候 會分不清楚 會分不清楚 因為我們現在學的時候 它已經融合在一起了 所以有些解釋 你會分不清楚說 大好從心耀體系來 還是公衛體系來 所以會混亂 那我們在這個體系裡面 陸陸續續跟大家來介紹 心耀代表我們自己人生中的一個層面 一個層面 然後透過這個呢 簡單的從指揮斗素 我們就可以了解到 我們自己的 在內心的一些想法 好 那陸陸續續介紹很多惡心 譬如說我們慾望的所在 貪狼 然後譬如說 我們那個 對事情的堅持欺煞這樣子 那再講指揮斗素呢 不能不講到這顆星 指揮星 指揮星是什麼呢 指揮星啊 我們看它那個資料 它告訴你它叫做 它畫器為什麼 為尊 講到尊啊 最近因為疫情的關係 有一部電影重新上映了 然後我們又重新 我重新去看了 覺得相當相當的 不錯 那個 末代皇帝 有些粉絲可能比較年輕 沒有看過這部電影 這部電影在當年啊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電影 講的就是溥儀 演的那個叫什麼呢 演的那個明星叫尊龍 不知道是不是 為了要演這部電影 才改這個名字 可是他長得又帥 然後真的是皇族的貴氣 你看到尊龍 看了末代皇帝之後 再看到約時溥儀的照片 你就覺得有點落差 但是那部電影很重要 那部電影在講個概念 就是一個 曾經這麼一個尊貴的人 但是他失去了他的國家之後呢 他後半身 流落在那個共產主義下 他那個整個心如的專則 整個心如的專則 那我們也常常利用 溥儀這個角色 來去解釋說 紫微星這顆星呢 他必須要擁有的 真正的價值 紫微星被設定為皇帝的星要 他主要是化氣為尊 重點是尊貴這個概念 那古代最尊貴的就是皇帝了 所以他用地星來去代表這種尊貴的概念 所以一直以來在書上都被提為說 他就是一個皇帝星這樣子 那大家自動就覺得 皇帝就是一個非常非常厲害的咖 有能力有錢長得帥 巴巴巴巴之類的 可是實際上呢 紫微這顆星呢 就像他形容的這種地星一樣 他是需要要有團隊的 所以我們在課程中常常會 用溥儀來去解釋這個地星 當你的團隊不見了 當你的國家不見了 當你沒有軍隊 沒有執政能力的時候呢 其實這個皇帝事實上是很可憐的 他依然有著尊貴的心 可是他卻沒有那樣的條件可以給他 溥儀在於後來 他希望自己重新回到滿洲過去 很多人不曉得說 其實清朝對於漢人來講 他們把漢人視為殖民地 所以他們在當年曾經想說 那我就回去就好了 可是最後想不到 他連回去的機會都沒有 所以有沒有團隊 對於紫薇星來講是很重要的 那這個團隊呢 在我們課程中常提到就是 他在紫薇的三方式陣裡面呢 必須要碰到左右奎越 最好還要有天象跟天父 這六顆星 沒有天父跟天象呢 至少你要有左右奎越 這四顆 那碰到一顆至少 那都沒有的話 他就會變成一個弱勢的皇帝 弱勢皇帝常常就讓他自己覺得說 他是有一些 對自己的人生的期待跟夢想 但他卻做不到 那這是紫薇星主要的概念 那這個概念呢 放在我們自己的命盤上面呢 他代表我們什麼事情呢 他代表我們的自尊心 我們尊貴的自尊心 我們尊貴的自尊心 個人啊 在他的人生中 都有一個部分 他是重視他自己的自尊的 他覺得他沒有辦法放棄的 比如說我有個朋友 他每次來我的教室上完廁所之後呢 他就會噴香水 為什麼 因為他不想讓人家知道說 他剛剛臭臭的 那是他自尊心的所在 你就不要再問我說 那個廁所的自尊心是哪一個工位 是子女工還是什麼工 我真的沒辦法告訴你 每一個人都有他對他的自尊的所在 譬如說有人覺得說 他的工作一定要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個好可能是要講出來 大家覺得說 哇你在哪邊工作 那個就是他自尊心的所在 他的職位可能在官務工 或者是有人覺得說 他買的東西呢 一定要是有名的 或者是還不錯的東西 大家也不用去想說 那個有名一定是怎麼樣 他這個依照每一個人的盤 上面的經濟能力 大家對有名的概念會不通 比如說有的人覺得 不邋遢就算是有名的 可是有人覺得要愛馬仕才算有名 因為經濟能力不同 紫薇在財博工的人 通常覺得他錢花的 要讓人家覺得說 我是經濟實力還不錯的 因為那是我的自尊 在夫妻工表示什麼呢 在夫妻工表示 他一定要找到有一個 女生要找到有社會地位的男人 因為他覺得 那個帶出來的姐妹他要看說 欸 這我的新貨 他在台電上班 有沒有 很讚 那男生可能會覺得說 他要去找到一個 當然正妹是一定要的 因為這是他的自尊 那是他的面子 或者是他可能這個女生 要有一些讓他覺得可以 拿出來跟兄弟炫耀的地方 那講到這邊呢 你們可能又有可能會聯想說 那這是不是表示化科 是不是像化科 千萬不要這樣來問我 這跟化科是不一樣的意思 化科是因為某一個心 而產生的面子 而這個化細為尊呢 那就是他自尊的所在 我需要被人家覺得 我很棒尊榮的所在 他是不同的意思 那個尊榮所在叫做說 你不可以覺得我不好 那化科呢 化科是我要讓你知道我很好 所以他是不一樣的 所以紫衛星如果是在父母宮 那當然表示你爸爸讓你覺得 他是一個這樣子的人 你爸爸讓你覺得 他是一個很愛面資的人 之類的 但是大家要記得就是你 這個到底 你能不能夠展現出這樣的力量 要看紫衛星的三方施政 有沒有碰到我剛剛說的那柳顆星 再來 如果紫衛星在田宅宮 這種人通常會希望他自己 因為家是他的面子嘛 所以他可能會帶朋友回來家 他可能想要 他可能會 招待朋友回來家裡面彎 所以他可能會覺得 他自己住的地方 要讓他自己覺得 像住在皇宮裡面一樣 所以他就會重視 他們家的裝潢好不好 然後他住的地點好不好 那如果在子女宮 子女宮叫做性生活嘛對不對 性生活是他自尊的所在 所以他會怎麼樣 他會表現得很賣力嗎 那不一定啦 因為那要看他有沒有體力 表現得那麼賣力 但他希望在這件事情上面 會得到尊重 好好被伺候 那他也會希望他自己的小孩子 非常的好 所以他會怎麼樣 他會要求他小孩嗎 沒有他會好好伺候他的小孩 紫衛星在仆衛宮 他會選擇他的朋友 希望他的朋友呢 是有點社會地位的 是還不錯的 是可以跟人家講說 我認識誰誰誰這樣子 那如果在兄弟宮呢 在兄弟宮呢 當然兄弟宮代表媽媽嘛 可以表示那個 他爸爸喜歡正妹 這樣可以 或者是他會覺得他自己的兄弟姐妹還不錯 或者說他會希望在兄弟姐妹之間 他是受到尊敬的 那福德宮 福德宮呢 當然那個福德宮是財博的外面 然後也可以當成來菜的方式 也可以當成你的精神層面 然後精神層面 像皇帝一樣的尊貴 他一定會希望他 他享受的東西 買的東西 用的東西呢 然後他自己對於自己 靈魂的追求 是讓人家覺得很不錯的 這要怎麼解釋 簡單來講啊 這個人出去玩啊 去的地方 一定要讓人家覺得說 喔 你是去羅浮宮喔 這樣 他不會去那個 蛤 你去象山喔 嗯 象山長那個 螢火蟲的季節已經快過了 如果是在 疾惡宮 疾惡宮 他除了代表長相以外 代表長相那個部分呢 可以看我們其他講的 那個長相影片 他會對他自己的身體感到驕傲 什麼要對自己的身體感到驕傲 不是因為長得帥 而是因為他覺得他自己身體很好 所以這類的人啊 很可能反而是變成是啊 他會去操擾他自己的身體 或者說很能夠熬夜啊 怎麼樣這樣子 所以七二宮有紫衛星的人呢 通常晚年會有富貴病 因為早年不知道好好保護他 那紫衛星在命宮 當然同管十二宮嘛 十二宮都是我的尊榮 所以紫衛星在命宮的人 會比較愛面子 他會希望說自己呢 總是可以表現得不錯 那在千一宮呢 在外面表現得不錯就好了 在家不見得要 好 所以重點是啊 紫衛星代表是我們內心 需要被尊重的那一塊 那在哪個宮位 就是哪個中位你需要尊重他 所以 紫衛星在命宮或在夫妻宮的人呢 如果要追他的話 一定要送很大很大的花 讓他覺得 哇 我就是很有面子 而且如果你女朋友啊 是在那個辦公大樓裡面上班 千萬不要送到他那一層樓 要送到哪裡 要送到一樓的服務台就好了 然後不要寫哪一層樓 寫名字就好了 因為那官女會從一樓 開始一直問問問問問問 問到樓上去 整棟大樓都知道他今天收到花了 謝謝大家